上次讲的是这个振幅类的这个效果器是吧 动态动态的 它有一个动态的过程 通过对每一段这个声音的音量都进行调整 每一段分段调整 很像那个Photoshop比那个曲线调整 是吧 那么咱们这次讲什么呢 讲讲这个延迟类的效果器 延迟类啊 混响类很像 我们把它放到一组 延迟混响类 那么这次呢 先讲延迟类 什么叫延迟啊 比如说你对着这个大山喊 你好吗 大山对你喊 你好吗 你夸大山 大山就跟你友好 是吧 你骂大山 大山就骂你 你说大山你够傻的 你真傻 然后大山也说 你真傻 人跟人也是一样 是吧 你对人好点 人也对你好点 是吧 那么咱们这次录一段什么呢 就跟这个大山有关系了 叫什么呢 哎 等等 停 路错了 山中 横看成岭 侧城峰 远近高低 各不同 不识庐山 真面目 只原身在 此山中 好 然后呢 咱们可以听一下 这一句 横看成岭 侧城峰 哎 那什么叫多鬼呢 咱们看 不是 什么叫这个 这个延迟啊 魂醒啊 它基本原理是什么呢 咱把这音频放在这 是吧 音频放在这 然后把这个放在这 然后再放 拉个一个音频剪辑过来 放在这 然后往后稍微错一点点 这个放大一点 啊 错一点点 把这个呢 也错 错一点点 是吧 也错一点点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在播放的话 如果我在播放的话 你听一下 这就是这个一个一个混响 哎 就不是这 这就是一个一个回声 是吧 哎 你把他的声音呢 调小一点 你把他的声音呢 也调小一点 哎 然后呢 再听一遍 这是通过多轨的方式 来模拟一下 哎 实际呢 咱们呢 这个延迟类的 有什么呢 有一些VSD的差价啊 还有一些这个多重 多重延迟 哎 那么基本的原理呢 就就是包括回声啊 就是就是这个原理 那么咱们以这个 一段音频为例 是吧 咱们先把这一段 哎 在哪呢 在这个回声类的效果器里面 啊 延迟和回声 咱们先看一什么呢 咱们先看一个回声啊 回声 回声的效果器进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他这块一个延迟时间啊 这个延迟时间是干什么用的 哎 向上之后还是看看这个最最基本的吧 啊 这个 这个预览 预设效果 有一些预设是吧 然后呢 比如这个 哎 咱们可以看到它的延迟时间 延迟时间就相当于那多轨 那个错开的时间 对吧 是不是 然后这边呢 它分成左右声道 咱们一个声道 其实无所谓 那么播放一下 先先把这个开关开着 播放一下 横看成银 做成风 横看成银 做成 哎 它这个效果实际是什么呢 这个效果实际上 它叫这个 这个左边的回声啊 这就是说 你你往左边 它左边有一个比较强的回声 是吧 哎 那么回声电瓶子在这了 是吧 这边这边是比较远的 它可能会比较强 强烈一些 那么这个是low pass DK 这什么意思吧 delay 横看成银 侧重风 横看成银 侧重风 哎 这延迟时间 那么这后边是一个均衡器了 是吧 就是根据不同的频段来的 哎 不同的频段呢 它有不同的这个这个相应的这个 这个阵幅的变化 哎 那么 这就是最基本的是吧 这块一个这个延迟时间 哎 如果延迟时间比较长 啊 咱们听一下 这比较长 你一听 横看成银 侧重风 横看成银 侧重 看成银 哎 是不是过了一秒多钟 它才反应过来啊 对不对 哎 如果比较短呢 就立刻就有这个回声 就相当于你离大山是近是远 这意思 横看成银 侧重风 对吧 你如果延迟时间里 那回馈什么意思 回馈就是就是反馈啊 反馈如果比较强的话 横看成银 哎 它有一个反馈 这种电子音的效果 那么还有一个是这个回声电瓶 就是回声声纳声小 声纳 如果声纳啊 声纳电 横看成银 侧重风 横看成银 侧重风 这个条太小了 横看成银 侧重 那么回声电瓶 如果小一点 横看成银 侧重 哎 这这这基本就听不出来 是吧 好 哎 这就是最最基本的 这个 那么好 咱们再看一其他的 再看一个别的啊 咱们再看一什么呢 再看一个这个 再看一个这个 比如说在这段啊 咱们再看一个 这个叫做时间跟延迟类的 啊 不是 是这个延迟和回声类的 叫什么呢 就叫延迟啊 延迟啊 它也是一个VSD 它也有些这个具体 参数 那么假如说就是 咱们就默认这个 听一下 那么它这里面 涉及到一个东西 有一个叫干声 有一个叫师声 干声叫什么呢 哎 干声叫拽 哎 师声叫什么呢 师声叫外的 这什么叫拽 什么叫外的呀 哎 就跟你平常这个 这个 这个 做做事似的 哎 如果是做的比较干净利落 那么怎么样 是干的 对吧 是原始的 那么如果说你做的 稀稀拉拉脱泥带水了 那是什么呀 那是湿的 那么这块也有这个对比 比如说如果我让它这个 两边的干声都是 这个 就是纯的干声 咱们听一下 那它是不是就是纯粹的干的声音啊 就是说纯粹的原始声音 对吧 如果是湿的声音 纯粹湿的声音 哎 那咱们听一下 你能注意到它是有一个就是感觉到有点这个这个效果音的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就偏降于效果音 如果是百分之零的就偏降于原音 是吧 哎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这个延迟啊 那么咱们最后再看一下这个动态延迟是吧 动态延迟 那么这个动态延迟什么意思呢 咱们比如说选中这一段之后 哎 找还是找这个动态延迟 动态延迟 动态延迟里面 哎 你可以注意到它是一个进程 进程也就是说 它只能在这个单轨模式下使用 是吧 哎 现在这你就看到 它这个有这么一个东西 哎 这个是原始 这个是延迟 也就是说这边是干 这边是湿 对不对 哎 那么底下有两个图 那么咱们先听一下预设的效果吧 啊 六十六十年代的效果 试听一下 横看成名 测成功 横看成名 测成功 激光 激光发射 哎 听一下 听起来是激光发射 吃鸡 横看成名 测成功 向外的机械 横看成名 测成功 空间感 横看成名 测成功 横看成名 测成功 哎 你可以注意到 它 它现在 这个 这个 还是比较偏原始呢 如果说 我比较偏原始 听一下 横看成名 测成功 哎 那么 那么 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咱们看它这个底下的这个两个表 一个表呢 是延迟的效果 延迟的效果 它横轴是什么 横轴是秒 对吧 也就是时间 也就是这道时间 纵轴呢 纵轴是毫秒 哎 这什么意思呢 哎 它就是说 你这个延迟回升啊 也是随着时间来变化的 一开始的回升比较少 后来的回升比较多 那么 那么怎么样 它就是变成这样了 一开始的回升比较小 后来的回升比较多 咱们听一下 哎 把这个把这个调到中间的位置 这样 会比较好 横看成名 测成功 横看成名 测成功 哎 那么 这个这个是什么呢 这底下这个是回溃 对吧 哎 这个当然咱们可以重置 是吧 这个也可以重置 那么他们 他这个回溃 哎 如果说回溃 就说 他这个是这个 反射的声音的大小 是吧 就是说 你你这个 这个是决定 根据时间来设定 这个 这个反射时间的长度 这个 对 这就是 这个回升啊 有时候回来时间长 有时候回来时间短 对吧 这个呢 是设置回升的 这个 这个回升的大小 有的时候回升大 有时候回升小 对吧 哎 这是这样 那么通过这种呢 能动态的调整 横看成名 测成功 横看 那么这个 实际任何图 你就是看 看好了 这个 这个 横轴纵就OK了 咱们确定一下 听一下 啊 横看成名 测成功 他就后来 这个比 这个比较明显 是吧 好 那么咱们下一刻 呢 讲一下这个魂想 魂想也是 这个延迟魂想类的 这次就这样 谢谢大家 再见 是的 中文字幕——YK